新加坡十年幼 頂禮根本喪失阿彌陀佛 弟子修喪失相應法、本尊法、復法 已有初級相應的現象 除了靜念相续 還有什麼方法能進階到大相應 除了靜念相续 還有什麼方法能進階到大相應 一定要通中脈打開心輪 才能本尊住心達到大相應 感恩、師尊、慈悲、解說 這個人又何時頂禮 已有初級相應現象 修喪失相應法、本尊法、復法 已有初級相應現象 這個都是很好的 初級相應現象也都是很好的 在中脈來講 這個在中脈來講 很簡單一個現象 一個 中脈一定要通 中脈一定要通 打開心輪 才能本尊住心達到大相應 但是 其實 你中脈如果通 中脈通 就有光明會顯現 就一定有看到光 光明一定會顯現 你再把身上的水 菩提心願意意 跟你生起的著佛 互相融合 就是開五輪的 可以講 我們講開五輪的材料 在氣 在這個五輪 因為氣是交通工具 氣就是 我們賣裡面的車子 那在的東西 就是菩提心願意 跟著佛 把它運送到 眉心輪到喉輪 到心輪到季輪到密輪 在那裡產生氣 武器集合 跟隨火附融 然後把脈結打開 叫做開 眉心輪 喉輪 這個心輪 季輪 密輪 甚至於頂輪 海底輪 這個是七輪 要打開一定是菩提心願意 跟著佛 跟氣 這三個合一 三個合一 才能夠通所有的邁 全身的邁 那時候光明就產生出來 至於本尊住心 你在修這個本尊法過程當中就有 你講的本尊住心 才能本尊住心 打開心輪才能本尊住心 這句話是錯誤的 這句話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本尊用觀想的方法 本尊加持你以後 它本尊會變成一個光明點 光明珠 然後經過你的中脈 一直到了心 你的心 八葉蓮花打開 讓本尊坐在上面 然後本尊再漸漸大 大到跟你身體一樣 一彈指尖 你跟本尊合一 那時候就進入三昧地 但是本尊法的修行裡面 就已經有本尊住心 用觀想的方法 你就可以有本尊住心 等到你能夠入了三昧地 本尊進來 你感覺到有法流進來 你也能夠看到本尊的時候 就算是本尊相應 至於內法 你講要通中脈 到了到達的大相應 什麼是大相應 相應也有大 也有中 也有小 也有初級 還有幼稚園嗎 我這裡只跟你講 相應就相應 沒有幼稚園的相應 沒有初中的相應 沒有小學的相應 沒有大學的相應 沒有博士的相應 沒有碩士的相應 不能這樣子分啊 相應就相應 在密教裡面講瑜伽 瑜伽就是相應 喪失相應法 就是喪失儀家法 你相應了 你給我看到本尊 你有本尊的法力在你身上 你隨時本尊跟你合一 你有本尊的法流在你身上 這個就是相應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你說達到大相應 你自己已經變成本尊了 你可以到本尊的淨土了 你可以顯現你自己的光明 你自己變成本尊了 然後你又可以到本尊的淨土了 然後你又可以到本尊的淨土了 你可以神變了 就是你的邁輪打開了 你的光明已經顯現了 你應用你的光明到了本尊的淨土了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佛菩薩了 我現在只能夠跟新加坡的十年幼講 這個相應的現象 相應的現象 敬念相係是對的 敬念相係 用敬念相係的方法也是可以 敬念相係 那麼你修內法 打開中脈 打開所有的五輪 還有七輪 你能夠自己已經 脈全部都通了 那時候光明 整個光明顯現出來了 本尊就是你 你就是本尊 那時候已經相應了 甚至你到了本尊的淨土 然後一切跟宜宙之間完全融合了 這個在道國裡面都有 就是我在講的道國 那今天就跟那個十年幼 新加坡的十年幼 這個結束 在明星期間 就想看過 你很難看 你很難看 我們是在一年